好消息来了 国家已经下定决心把人民身上的三块大石头拿开了 您知道都是些什么吗 众所周知 房子教育医疗一直是压在我们普通人身上的三座大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国家大力整改 目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以后咱们老百姓再也不会为这几项产业发愁了 首先是房子 一直以来成这国家高速发展的东风房地产行业 这十几年来也在快速的发展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各个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就翻了好几倍 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了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从去年开始 国家就对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房价实行了限价政策 直接控制住了房价的上涨趋势 那不仅如此 有的城市还是点半价买房政策 也就是政府出一半钱 购房者出一半钱 共同持有一套房子 针对恶性存房的小房客 国家购是明明禁止 并且规定 二手房满足一年的年限才能够上市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贯彻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基本政策 这几套组合拳打完之后 房地产市场明显有所降温 如今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解决住房问题了 第二是教育 教育也是人民心中的大事 一直以来教育始终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 各种天价的补习班 各种学区房都是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产物 去年国家一指令下 直接废除了存在40多年的教育培训行业 一时间 新东方 学儿司 人主导等国内顶尖的教育行业全部关停 一个产业直接消失了 对于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相关工作人员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但对于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 却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 过度的商业化 产业化 只能让教育偏离的越来越远 最后一个是医疗 医疗已是关乎着名称发展的重大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 咱们的人均寿命已经从四五十岁 提高到了七十多岁 这都离不开医疗的贡献 最近十年间 国家加大了药品集体采集的力度和广度 一大批治疗绝症的救命药 进入医保的报销范畴 很多药品的降价力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老百姓再也不用怕生病没前置了 我国的医疗保险如今的普及度已经非常广 职工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叠加前几年的第二次报销政策 就如今的集体采集 可以说是咱们普通人的生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那总的来说 国家的好政策 切实解决了人民背上的三座大山 关于这三个行业 您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